哈佛家训 谁在剥夺生命 坐落在黎约热内卢最富有街区的一座公共医院 每天接待千余名病人 那些病人几乎全都是穷人 甚至是赤贫的底层人 在这里当医生啊 经常会面临良心的拷问 而且不得不承受灵魂的责罚 因为他们常常要进行无可奈何的抉择 有一天呢 一个值班的医生面前放了两个刚出生的女婴 他们在同一时间降生 而且都已经奄奄一息 可是医院只有一台人工呼吸器 值班的医生啊 必须马上决定让哪一个活下去 他万分痛苦 面对两个此刻还是先活的生命 面对双方父母 同样是哀求又焦虑的眼神 我有什么权利 医生无奈地想着 就让上帝来决定吧 时间紧急 医生只能做单项选择 不管选择谁 自己都会犯下一个罪行 但是如果他什么都不做的话 就意味着将犯下两个罪行 没有时间犹豫不决 因为那两个女婴的面色已经开始改变 医生闭上他的眼睛 伸手在两个女婴中随意抱起一个 于是一个被判处死刑 另一个被判处活下去 在这里 医生每天都会经历这样的绝望和崩溃 可是除此之外 他们还能够怎么办呢 有些时候你会无能美丽 有些场景就是绝境 有些遭遇别无选择 所以要学会理解人 学会面对世界 要努力学会承担 能够自己主宰的生活是多么好啊 我们要珍惜 要感激 绝境